Adobe釋出了Photoshop的BETA版本 BETA版本也加入了現在非常火紅的AI技術 好 那這個AI技術到底有多厲害有多誇張呢 阿姐剛剛體驗了一下 真的 我覺得真的 我只能用誇張 我只能用誇張兩個字來形容而已 這個真的是太恐怖了 那至於有多恐怖 我現在等一下示範給各位看一下 好 那是線上有朋友在線上嗎 有的話跟我打個招呼一下 首先我們先看到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是我拍到的一隻大關鳩 好 大關鳩 大關鳩在看什麼 他可能在看他的獵物 好 首先我們看到我的背景都藍色的 藍色都沒有什麼東西 我們在這一邊 這個樹上 不是樹上 這電線桿旁邊 也來加一隻鳥好不好 來 我們在這邊 畫一下 畫了一個 跟它差不多一樣大的一個範圍 把它畫起來 然後我們在深層填色這邊 我們填入 比如說我們填入BIRD BIRD是什麼 BIRD也是鳥 我們打上鳥 產生 我們看它會生成一個怎樣 那一個東西出來 它現在在生成圖式 看它是不是也會 用一隻鳥在那裡 站在那個電線桿上面 我不知道 我剛玩了一下 我是真的覺得它很恐怖 這什麼鬼 怎麼生 怎麼這一隻 這隻是專門在幫人家補的那種鳥 也可以啊 有有有 這隻鳥 這個也可以 你看它會生成出 跟這個色調很像的東西 好它長了這隻鳥出來 好可以 我就選了這一個 比如說我們加入 加入什麼 加入 3好不好 好 我們在這邊 Morton 我們加入3 3的應用是什麼 我們這邊打3 因為它這個是 一定要打英文 不過它不理你 3 Morton 來生成甜色 我們把3貼上去 產生 我們看看它會產生出 什麼樣的東西出來 是直接在這邊 後面加入3嗎 我們看一下喔 可能是啦 這我也不清楚 3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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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它自動把這個電信桿延伸過去 這樣子 這是鳥巢不是 3 好 我覺得這樣不錯 然後它一直生成就生成三張 然後繼續選擇 好 那我們在這張照片當中 本來是一隻鳥 現在這兩隻鳥 然後後面是三 好 接下來我要做一個事情 這個才是Fulloshop 讓我最變態的事情 這個叫恐怖 來給各位看一下 恐怖的事情來喔 一定要看好 我覺得啊 這張照片啊 應該有更好的一個發揮空間 所以我把畫布用大一點 同時呢 同時呢我想要在這張照片的空白地方 填入很多元素 填入什麼元素呢 當然3是一定要有的 再來就是彩虹 再來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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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 牛還有馬 然後還有 人們 Full 好 我加入這些元素 山 彩虹 雪 犀牛 牛 馬 還有人們 七種元素在裡面 我們把它佈置起來 然後呢 我們就選擇出 白色的地方 空白的地方 然後我們也把這些指令 放進去 然後 從頭翅膀來產生 按一下產生 看它會產生怎麼圖 我還蠻好奇的耶 應該很酷吧 這應該會很酷 而且它一次會產生出 三種結果出來 你可以從這三種結果 去選出一張你覺得 你最喜歡的 這張太好笑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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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第二張來 第二張 彩虹馬雪 這什麼鬼啦 好來第三張 我看一下第三張 欸 你合成的 這個還OK 這個還可以 剛剛那個太誇張了 剛剛那個 還是我們的指令給的 我給的太複雜了 好那我們來 我們重新來 我們把這個圖層算掉 我們不要 我們不要有 那麼多 好我們馬好 馬留下來 牛的留下來 吸的不要 彩虹的不要 藍杆 還有草 好OK 我們改一下 我們用的這些指令 我們重新看看 PS Photoshop會 會給我們怎樣 一個東西出來 來我們填色鯉 好生成填色 接上我們剛剛指令 好讓它產生 好這隻看到會生出什麼圖出來 不要像剛剛那樣子 剛剛那個真的 整個是超好笑的 整個是超好笑的 我整個說超好笑的 來看一下喔 欸這個很好 這個很可以喔 這不錯喔 再來第二張 我們看第二張 欸這個也很棒喔 那這一張呢 那這個不行 這個勉強 勉強可以 這個勉強可以 這個勉強可以 好 那當然這英文士Beta版本 你下的指令越多 他越沒辦法知道你在講什麼 所以我們可以下簡單一點的指令 來 我們下這樣子就好了 我們下個簡單的指令 山 雪 雲 太陽 然後 欄杆 草 好 我們就下這樣子 欸很像還是很多 是不是 好啦不要學啦 好我們下這些指令 這個應該是相對來講 比較簡單的指令 來我們再來按一下生存檢測 貼上去 產生 這樣 我覺得 應該不是剛剛那個誇張 剛剛第一次算圖 那個真的是讓我 覺得超爆笑的 怎麼會算出那種土出來了 好 這次應該好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 好 算好一點 不要太慢 很明顯看得出來 有介入修圖 不行 來看這個 這個也不太行 來 再看一下 嗯這個也不行 好 我們用另外一種方式 我自己選範圍好了 用電腦幫你選 好像不太準 我自己選 好選這樣出來 轉轉 好 然後貼上 我剛剛的這些指令 好 我用手動選的範圍會比較準一點 我們再重來一次 我們再重來一次 讓他去算一下 看是不是會跟我 剛剛的這個是不一樣的 來喔 我們等待一下喔 欸 是不是 這樣是不是好很多了 對啊 這樣就 好很多了啊 這樣是不是就 就沒有什麼樣的東西出來了 好 按中間 我們看第二張 我們看第三張 欸這個就不錯啊 我覺得這個就很好 是不是 所以呢這個就是用 FounderShop呢 Beta版本的 一個內建的一個AI功能 我覺得非常棒 非常好用 如果呢 內想玩的話 快點去下載 不管你是FounderShop的那個 Mac版本的 或者是Windows版本的 還有支援 好那我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謝謝大家 掰掰